那个热量通过一些物理性的 比如说可以用一些冰敷 或者是涂一些酒精 把身体这个热量给散发出去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就可以降低身体的温度 所以就以防中暑 但是一旦中暑以后 首先治疗的第一个步骤 是要马上把病人转移到 温度比较低 比较时钟的一些环境 比如说有通风 温度比较低 有风扇的地方 这个是首先的 其次因为周围的环境很热 身体企图要把血管扩张 然后让热量能排出来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首先表现可能就是出汗 首先是出汗 到最后因为血管扩张 它汗也不出来了 所以就是比如说 头晕啊 昏迷啊 甚至到最后呢 可能就是会有一些休克 为什么会休克呢 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外周血管呢 企图要扩张 然后企图要把这个热散出去 所以这造成那个外周血管扩张 以后呢 那个血液呢 全部到那个外周去了 造成那个心脏缺血 所以就会造成一些休克 好的 好 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 美国这星期六晚上为您现场直播的保健原地节目 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如何预防和治疗下季的一些常见的疾病 那么我们现场的嘉宾呢 是美国马里兰州立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员张英华 好 请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0810-866-837-5161 或者是108-710-866-837-5161 好 那么张博士呢 刚才您说到这个中暑的问题 通过这个呢 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温度 那这个如果是环境的温度高于人体的温度的话呢 我们身体不太容易散热 那么这个呢导致人们中暑 有一个研究呢 我记得看到过 就是说就美国人长寿呢 是因为他们这个一年四季呢 在这个空调房中啊 这个夏天呢有冷气 冬天呢有暖气 那么他这个恒温呢 使得这个人的健康状况呢 得以保持的更好 那么是不是有这么一回事呢 因为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 在中国呢 可能很多老百姓他们不太 他们有点排斥使用这个空调 认为这冷气对人身体并不是有太多 应该说对人的身体没有好处 那么他们喜欢待在这个自然的环境里 那么您怎么看呢 实际上啊 这个外界的这个温度啊 比较恒 在恒定的情况下呢 对人体的这个寿命啊 对文体的这个新陈代谢还是有 就是有好处的 因为你如果是这个外界的温度啊 变化的很剧烈 比如说从零下几十度 甚至到零上的几十度 所以在这种就是一年之间这种变化的话呢 你人体啊 就要就是要 因为人体呢 虽然就是说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生物体 所以他会对外界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变化啊 会做出一些就是说很相对应的一些反应 来维持他的这种生命的这个状况 所以就是说如果是在天气很热的情况下呢 所以这个因为人体你要就是说他要要要 就相对这个很热的这种状况 他要做一些很大 他要系列的调整 对 要做一些很大的调整才能应付这种 所以在美国呢 甚至在一些比较先进的国家 他们为什么寿命长 可能因为影响这个人的寿命的原因有很多了 因为食物啦 这个生活环境啦 卫生习惯啦 就是说有很多原因 我觉得这个也是其中原因之一吧 总之这个外界如果是恒温呢 对人体的确是有好处的 对 那么所以呢 我们这个听众观众朋友呢 也不必太排斥夏天使用这个冷气 或者冬天使用暖气 对 好 另外呢 这个张博士呢 我还想问一下 这个夏天啊 天气因为很热 人们常说的一件事就是说 哎呀 我一到夏天好像就不太想吃东西啊 这个食欲不振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从这个西医的角度呢 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应对这样一个现象呢 对 比如说食欲呢 就是说 比如人体在天气比较炎热的情况下呢 他就刚才也提到了 他要做一些相对应的一些反应 来适应这个比较炎热的这个天气 所以这个胃肠道呢 也一样 所以相对而知呢 就是好像对食物呢 比较厌恶 就不像冬天啊 冬天很多人说 胃口很好 吃了很多东西 然后呢 往往会长胖 而且冬天呢 因为气温比较低 所以身体消耗也比较少 所以就往往就会长胖 夏天呢 主要是对食物的需求减少 然后呢 加上身体消耗比较大 所以往往就会 就是身体比较消瘦 就会减肥 可能再下去比较 比较低下 这是我想问的 因为你讲到这里呢 因为很多因为随着生活条件的这个提高 那么生活水平在增长 同时呢 大家这个食物呢 也相当的这个丰富 那么在中国也是一样 人们腰围呢 好像在日渐的这个增长 那么有的想减肥的朋友 可能或者说心情特别迫切 那么他会说 这夏季是不是更利于减肥 那么应该 夏季怎么减肥呢 是夏季减肥呢 因为你夏季哈 本来就是这个新陈代谢增加 这个就把你身体 比如你吃进去的这些热卡 就给消耗掉 甚至呢 就是超过你每天食用的这些热卡的话呢 他就会首先动用你的皮下脂肪 那动用皮下脂肪来提供你身体的 这个所需要的热卡的话呢 那你就起到了一些减肥的作用 所以趁着夏季呢 因为气温比较高 所以本来这个胃肠道呢 对这个温度的这种 为了适应这个温度呢 就会产生 就是说 就是食欲会减低 然后食欲减低呢 你可以少吃一点 然后呢 这样子呢 再加上动用你这个皮下脂肪 然后呢 来满足你身体 所需要的这个热卡 所以你就可以起到一些 很合适的 这些减肥的一些效果 那么还有呢 我想到这个在夏季呢 既然说要减肥 那么其实不要减肥的朋友 依然呢还要注意一件事 就是这个运动啊 那么做做健身运动 那么在夏季的这个健身运动呢 您认为在哪些种类呢 比较适合一些 对 因为夏季呢 就是你 即使是你不动呢 都会出汗 如果是要运动的话呢 会出很多汗 所以我觉得夏季的运动最好 好像游泳是最好的一种运动 因为游泳 就是说水温 都会比你身体的这个温度会低 所以你在游泳的过程中呢 可能你 因为游泳也是一个很剧烈的运动 所以你运动的时候呢 已经产生很多汗 但是这个汗呢 已经在水里面就把你给洗掉了 所以就你感觉到 感觉不出来 你再出汗 而且这样子的 你在在运动的过程中 你身体里面产生的这个热量呢 这个热度呢 就是通过这个水的温度呢 已经把你给散发掉了 所以就是不至于说 给你身体里面带来不好一些 就带来一些坏处 而且呢 你又起到了一些锻炼身体的一些作用 比如说游泳呢 它是浮在水上的 所以你要跑步啊 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那些运动的话呢 因为有一些人 年纪比较大的一些人 他那 膝盖 因为他那个体重 对那个器官节有一些 就像重量 这个压迫的 压迫的 所以就是 他们对这种 年纪比较大的人呢 他们这个膝盖呢 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所以游泳呢 是在水上的 所以他这个运动 是全身性的 等于游泳 是没有给身体带来 这个健身的压力 但是同时对身体 有这个健身的好处 对 好 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 下面我们再继续接听 听众和观众的电话 那么同时呢 也请您继续拨打 我们的热线电话 108108668375161 那么在有些地区呢 你得先播108710 听到录音提示之后呢 再播8668375161 好 下面一位呢 是山东的李先生 李先生你好 喂 你好 你好 我就想问一下 这个 张博士 你好你好 对你好 你说 你像这个夏季 这个私诊这种病 它是怎么回事 你说起那个小红疙瘩 这个还很疼的 那个 私诊 对 因为呢 夏季呢 刚才也提到了 因为周围环境的温度 比较高